初赛半生少想 2022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 在中国队和日本女足之间展开 当然 日本队在内部拿球 分到中间要小心 日本队打门 皮球打到了横梁上 日本队拿到了一次 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的机会 小心了 但是这球没有越位 日本队依靠着这一次的定位球 投球攻门 球进 还是他们的前锋 植木离子 这球确实不越位 确实不越位 这是一次后插上之后 穿球给过来 一次愉悦的 甩投攻门 对方确实是不越位 确实是不越位 应该是没有进球 对手小球进攻 我们再来看 门将扑到 没有问题 对手是又完成了一次 非常有质量的投球攻门 门将 单掌 将球拖出了横梁 先不要放弃 因为现在两支球队 只差一个进球 我们可以在下半支比赛 刚开场就打进一球 为什么不能在比赛的 最后一分钟 再进一根 还有起球的机会 再调到进距离 中部队 球进了 进球了 我变得多难受 进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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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最后的一次进攻机会 中部队 王珊珊 抢前点 接到任一球之后 直接是一脚铲撤 将球送进球网 哇 这个比赛 太过瘾了 太过瘾了 哇 哎我的天啊 这是一场什么比赛 怎么样 满意吗各位 满意吗 如果满意的话 请把满意两个字 打在公屏上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看到 先来主罚的是日本队 站在球前 是他们的四号 中后卫 熊谷沙西 靠门将了 第一脚 漂亮 第一脚 日本 打门 被中部队门将扑到了 好球 今天的中部队场上的门将 是一号 朱玉 成功的 扑住了对方 场上队长 四号 熊谷沙西的打门 来看一下中部队 第一位出场的是 最后完成助攻的 张鑫 来来 张鑫助跑 大门 啊 一个少指点球 但是是 偏出了右侧力柱 这球门将已经被骗走了 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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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长谷川 大门 注意是扑队的方向 但是没有能够阻止批球入网 张锐 张锐 大门 球进了 对方的门将也是扑对了方向 但是张锐的角度要得很刁 好球 危险啊 这球其实是有被对方扑出去的危险 来看一下日本队第三名出场的球员 对方主发的是二号 大门 球进了 终于被骗过了方向 没有关系 这球是对方的右后卫 清水 梨沙 杨丽娜 来看大门 好球 没有问题 比分 继续踢平 此前在对阵越南的时候 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 比分来到3比3 点球阶段的比分3比3平 看看日本队啊 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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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要踢飞 这球要踢飞 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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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哈哈 朱玉再次扑出对手的点球 对方的这次点球质量极低 3号 南蒙华 直接是罚到了朱玉的身上 朱玉下地很快 没有毛病啊 完成了一次非常关键的扑就 中国女卒最后一个是王珊珊 压周出场 王珊珊 看看这球怎么样 打进的话 中国队就将进军决赛 王珊珊助跑 大门球进了 哈哈哈哈 中国女卒点球时间 五中四 王珊珊打进最后一球 中国女卒成功杀进 女卒压周杯决赛 国队 从未来到最后一球 监制